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上市厨房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番茄蟹肉面 这是Costco买的各种颜色混合包装的樱桃番茄 每一个切成两半 这种小番茄的甜度比大番茄要高一些 最好不要选酸味特别重的番茄 蟹肉也是在Costco买的 在他家我见过金属和塑料两种包装 类似的产品在很多大超市里都有 这是百里香 喜欢做西餐的朋友一定要养一盆 如果买采摘的,一次吃不了浪费 而且多一半是哽人已经木化的 只能吃叶 不像我这种盆栽的,哽人也能吃 摘五六根就好 再把四瓣蒜切成蒜末 用平底锅煸蒜 我一般都是先放蒜后放油 特别是锅已经被烧变形中间略高的时候 更是应该这样 橄榄油多放一点 先把蒜煸香 然后再放入樱桃番茄 加入半汤匙盐 四分之一茶匙胡椒粉 不要加水 拌匀以后盖上盖 小火焖7分钟 7分钟以后关火 加入百里香 再撒入适量的柠檬汁 这时候放百里香 就是尽量保持新鲜的百里香清香的味道 接下来要把炒好的番茄 放到打碎机里边打成姜状 这是西餐厨师做调料酱的常用方法 可能是餐馆里边的最高机密 不看前面 很难说全这里边都有什么 面条里加了盐和鸡蛋 我的秘诀就是尽量把面团活到最硬 硬到即使不放薄面也不会粘 刚才用过的炒锅不用刷 放入1%条黄油 再放入适量的橄榄油 如果只放黄油 面条凉了以后就不好吃了 等黄油完全化开 放入半磅蟹肉 如果不是很大块的蟹肉 就尽量保持原来的形状 吃得过瘾也好看 加入半汤匙盐 再放入刚才打碎的番茄酱 这些大约是两三个人的量 快速拌匀以后关火 再把煮好的面条放进来 拌匀以后就可以上桌了 在这有必要提醒一下 这种冠状蟹肉并不能百分百保证没有蟹壳碎沫混在其中 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实在是太好吃了 怕您狼吞虎咽把牙再割了 感谢您的观看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